台海局势升温也渐渐影响到了整个亚太区的局势了 那么新加坡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过去我们会认为新加坡在外交上的处理非常的圆融 甚至在一些比较棘手比较难处理的议题上面 他们还可以扮演一个调停者仲裁者谈判者的角色 但是这一次呢新加坡的评论海峡新加坡的媒体海峡时报 他们就认为说北京在台湾周围军演 主要是为了展现他们有能力抵制挑衅的行为 但是现在受限于中国大陆本身的军力还有经济的问题 还没有做好对台湾开战的准备 那么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呢 就在这个新加坡的国庆日也就是8月9号之前 就是8月8号的晚上他发表了一篇长达十多分钟的演说 他就是呼吁国民他们认为现在美中关系正在恶化 台海情势恐怕没有办法很快的缓解 所以要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也就是说未来数十年这个亚太区的区域局势 不会再像之前这么和平稳定了 另外李显龙其实也呼吁新加坡民众 要对于现在全球的经济已经偏向了高通膨环境 这一边要做好心理准备 他们会认为说这个会严重影响到民众的生计 所以也要提醒大家有危机意识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